各位弟兄姐妹晚安 很高兴今天还有机会 能够跟大家来分享神的信息 在昨天的信息里面 我分享了我们家到了宣教工厂 到了巴布亚 牛吉内亚 我们在那边所做的事情 神透过我们家的事工 也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上面 建立了一间教会 那昨天的如果是总结的话 我可以说是我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家走到哪里 但是我相信今天 我们应该要开始来问 那么你愿意走多远 你愿意走多远 我昨天也有提到很多的时候 我们喜欢就是有宣教士 能够来跟我们高高兴兴的分享 他们的故事 那我们就坐在这边 我们就听他的见证 但是我相信神的心意不是这样 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来检验我们自己 而来问我们自己 如果神命令我们 如果福音是重要的 如果我们要回应宣教 那在我的生命现在 我能够走多远 你愿意走多远 这个宣教年会的主题经文 是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到十四节 然而人未曾信他 只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只能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只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只能传到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踪何等加美 当然我做了宣教士那么久 我知道大家常常用 常常用这加美脚踪 来形容宣教士的脚步 我们看到宣教士 好像是放弃了很多事情 好像是牺牲了很多事情 所以那些走出去传福音的人 他们的脚踪是加美的 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或许要问一下 如果这个真的是加美的脚踪的话 那么为什么那么少人走出去 如果把福音传出去的这个脚步是好的 用在圣经里面有那么好的形容词 这些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踪何等加美 如果真的那么好 那么为什么我们那么少人走出去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但是这个也必须是要去发问的问题 我们不应该好像就看到这些 少数的宣教士来这边 给我们一些很好的见证 那我们就说好了 那就那这个主日就结束了 这个周末就结束了 我们应该要问自己 我们如何的走出去 那么如果真的走出去的加美 脚踪是加美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往前面踏出一步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走出去呢 或者是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要发生什么事情 要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这样子的人才会走出去 我刚刚的问题 为什么那么少人愿意走上宣教的路 如果是加美的路 为什么那么少 我相信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个 需要在我们生命中 所发生的改变 而这个改变发生了之后 我相信我们中间会有更多的人 很自然的就走出去了 首先当我们要踏出去宣教这一步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要成为神能够使用的生命的时候 第一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有世界观的改变 要有世界观的改变 我们很熟悉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这边 讲了一句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 这边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儿童主日学就背起来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都已经过去了 一切都变成新的 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用这样子的 我们都很喜欢这个经文 因为这个经文让我们感觉 是的我们在主耶稣里面 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但是我们必须要问说 OK那当我们一个人得救之后 当我们本来不在基督里 现在我们变到基督里之后 我们变成新造的人 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变成了新的 到底什么是新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必须从这一节的回头几节来开始看 保罗在第14节开始说 这是同样一个地方 我们刚刚读的是17节 这边是14到16节 这边保罗说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为我们想一人寄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 不凭着外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如今不再这样子认他 保罗在这边的一开始的第一节这边 很快的把福音做了一个总结 这边讲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 因为一个人替众人死 我们众人就都死了 这个就是福音的 我们本来是应该死的人 但是神把那无罪的 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那之后我们就跟他能够和好 我们有新的生命 OK 那这个新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变成新的呢 因为这个新造的人 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而已 我是新造的人 我是新造的人 不是的保罗这边有直接的跟我们讲 到底什么事情是变成新的 我们看到在第十五节这边保罗说 耶稣替众人死是有目的的 为了是什么 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这是第一个新造的人的改变 一个价值观 一个世界观的改变 以前我不在 以前我是为自己活 但是现在我不再为我自己活了 不再为我自己活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我们的自己活 我们可以说 主啊我愿意来教会 我的周末愿意给教会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的时间 我愿意把我的收入一点点的来奉献给教会 因为教会有需要 我的生命可以来做一些 好像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在我们生命中其他很多的区块 我最终的目的还是为我自己活 我在为我的生命来打算 但是保罗说不是的 这边一个新造的人 一个福音所产生出来 新造的人 他的生命是被神使用 而且不只是被神使用 他的目的是要为主而活 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拿去 都能够让主来掌管 OK这个是第一个新造的人的特质 再来第十六节这边保罗这边讲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任人 在别的翻译里面 这边的意思其实说 我们不再用这个眼光来看世界 我们不再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衡量我们的决定 来衡量我们孩子的生命 我们对孩子的期望 我们对我们在美国生活工作 就是我们所衡量一切的良识 跟这个世界不一样 我们不用这个世界 我们不用这个世界来看人 一个人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一个人的财富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在这个世界上 都有很多不同的信息给我们 但是到最后我们唯一的良识 就是从主耶稣基督来 我们不再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衡量 再来衡量一切 我小时候是在台湾长大 我的父亲是一位医生 他是一位牙医 那他从小就期待我能够有一天成为宣教士 不是的 他从来没有想要我成为宣教士 虽然他是基督徒 但是他从小只有给我一个期待 就是我能够跟他一样成为医生 我小时候移民到了加拿大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常常的就是我每个暑假都会回到台湾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年在大二的时候 我回到台湾 我们家是在台湾的一个小镇里面 然后我有一天睡过头 就是早上大学生都会睡得很晚 那我那一天就被外面放鞭炮的声音 把他吵醒 我就听到外面 那我就走出去看 我就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的邻居也刚好是一个医生 那一天放鞭炮的原因是 他的老大考上了医学院 所以在台湾这个习俗 在这个小镇 他就放鞭炮来庆祝 下一个暑假 我大三的暑假 我又再次回到台湾 我睡在我们家的楼上 有一天的早上也是暑假 然后就开始外面又放鞭炮 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走出去 原来是隔壁的老二 也考上了医学院 当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跟我的父亲说 我想要去念神学院 我想要把我的生命献给神 能够来做一个牧师传道人 我要问大家 有人帮我放鞭炮吗 一个鞭炮我都没有听到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徒的鞭炮 是要在天上放 我们基督徒的鞭炮 是要在天上放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 当我要决定去念神学院的时候 甚至有教会一些的尊重的长辈 甚至是长老牧者过来 有一个人 他甚至是这样跟我说 他说维恩 你应该跟你爸爸一样 先去做医生 之后再去念神学院 这样子在教会里面 大家才会比较尊敬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知道这些长辈是关心一个年轻人的生命 但是我要很直接的问你们 这样子的话 他们的世界观是建立在世界 还是建立在圣经里面 这个是世界里面的价值观 保罗在这边说 一个新造的人 他的生命是改变的 我们不再用这个世界的眼光 来衡量 来衡量一切 也就是这样子 我们不再为自己活 我们有新的眼光 跟这个世界 不一样的眼光 而因为这样子 而因为这样子 保罗才讲了这些 我们都 才讲了这句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在第17节 若有人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都变成新的了 我在这边有一个短短的短片 这个是我们离开 我们部落教会之前 我们前几个基督徒 我们就跟他们说 你们如果有什么 想要跟其他的教会 在美国 在德国 在台湾的教会 分享你们的信仰的话 你们会说什么话 那我们就把他们的 一些的话录下来 这边是有三个弟兄 他们都是在岛上面 第一代的基督徒 他们想要跟大家说的话 如果有一个经文 的经文 在这边 我们有一次 在这边的经文 里面有一个经文 我们有一个经文 都不再有一个经文 在这个社会 我们有一个经文 在这边 进入 一个人生里 的生命 我们就在那边 我们有一个经文 因为 勇者 我们有一个经文 在这个社会 我们有一个经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经時同时,神经年度的父亲. 神经時还认为神经的父亲, 我认为小子的父亲、其父亲和母亲。 我认为母亲的父母, 父亲,父亲爱和母亲。 我曾經被刑罵, 例如山,李挖一案 我會從中在天中 沒說錯了我 我會從中在一起 回想洗手間 我會把屁股老大 自然和玉子拔死了 因為我會從中在一起 我會和她受到 我會把死長暫時 有點緊暫時 也很容易,互相更生命的 地域是中生的 也很容易,但是如果你的生活 UE-NIAW YAH GONNA TURE EM GLIM NIAW RUPEET LEMOU NIAW RUPEET LEMUNNAH TAN NIYAW YAH GONNA TU NEAK-ANYA WUPAET AGOUNA WE-NGOTREDEEPDIONGLAG LIFE NYARA HONDE CHANGES NIAW IT LIFE NYARA HONDE NIAW IT LIFE NYARA HONDE COMUNTIVEY LIFE NYARA HONDE SUREDEONLY MOLLENIAW STENAE BEN�NA YAET,MISSINARI MDE SHALA DE POURQUE EL BEE YAM NUBE DIAOTUME TAVAUDGE ERDIDEERE BENNA YAET MISSINARI MDE SHALA DE POURQUE EL BEE 我许你不要信吗 这就是牵手咬喋吗 我许是在牵手咬喻喻 就像我许我们的牵手咬喻喻 就是我们的牵手咬喻喻 我们的牵手咬喻喻 我们的牵手咬喻喻 我们的牵手咬喻喻喻 讲 trif 如说几个粒蛋 好像 сто看 wom sun 不像ان 身权器 旅馆 我们的弟兄们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们教会的弟兄 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们教会的弟兄 想要跟大家分享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信仰 想说的话 那刚刚在这个影片中 中间讲的最长的弟兄 我记得在2012年之前 他是在我们岛上面 最让大家头痛的人物 就是在2012年 在我们福音传递之前 在岛上面 他应该是我们岛上面 吸毒吸最多的人 他常常吸大麻 他常常就会闹事 他也偷过我们宣教士 每个人的东西 我记得那个时候 他只要一走到我们家的附近 我的附近的岛上面的邻居 就会开始担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他到底要 他到底会做什么事情 那但是因为了2012年 他听到了福音 他很清楚的相信福音 他的生命有一个很大 很大的改变 甚至有一些反对 跟逼迫教会的人 他都过来跟我说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这些基督徒他们的信仰 但是我必须承认 这个中间的这个弟兄 他的家庭生活 他跟他孩子的关系 改变了很多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看到的 他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 你知道他在2012年之前 他的大麻都是跟谁买的吗 他的大麻都是跟刚刚 在影片里面第一个人第一个人买的 这个人是我们在2012年之前 也是岛上面的头痛人物 但是也因为福音 他的生命大大的改变 他现在是我们五个长老中 其中的一个 我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他们这些人的一些生命见证 或者他们以前的生命光景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想 他刚刚这些弟兄 刚刚跟大家传递的信息 当然第二个讲的比较长 那个他有提到一些 他有提到一些 他以前做的坏事 但是他们主要的信息 要跟大家说的话 并不是有关 我以前是一个吸毒的人 我现在不吸毒了 我以前是不去教会的人 我现在去教会了 我以前是坏人 我现在去好人 我现在是好人 他们要传递的中心 信息不是这些外表里面 道德上面的改变 他们刚刚要传递的信息是 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完全全 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 刚刚中间那个弟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 他称为他自己以前是死人 在我们的部落里面 我们的语言没有基督徒这三个字 那在教会诞生之后 他们开始有一群人在讨论 OK 那我们到底要称我们自己是什么 结果他们最后就决定 他们要称他们自己是 那直接翻的话 就是我是活着的男人跟女人 就是活人 所以这个活人在现在 我们部落的语言 就是代表基督徒的意思 那一个人还没有信主 他就是 他就是死人 这是我们岛上面 现在来称为基督 来作为基督徒名字的用词 虽然你会觉得说好像很粗躁 然后我们叫那些还没有信主人 是死人 好像有点冒犯人家的意思 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其实是还好 但是我要大家看到的是 这些初代的基督徒 他们对信仰的了解 并不是一个道德上面的改变 而是一个生命 完完全全的改变 没有一个改变 比从死人变到活人还更大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 能够走出去的人 能够回应宣教的人 如果我们的生命 想要被神使用 我们必须要改变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并不只是做一些 在外表上面做一些 基督徒该做的事情 而是我们在主里面 在耶稣里面 真正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有新的价值观 我们有新的眼光 来看这个世界 再来 第二个改变 我们生命中 应该要看到的改变 是我们财宝 财宝上面的改变 我们真正的财宝 到底是什么 在菲律比书三章七节 保罗这边说 只是我先前 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都因基督 当作有损的 这个是保罗在形容 他生命的改变 不是吗 为什么保罗的脚踪 如何那么的加美 因为他的眼睛 开始看到 开始看清楚 什么决定 才是真正对他有益处 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 这边耶稣说了一个 是我最喜欢 他说的比喻 这边耶稣说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 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颗珠子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比喻 我们常常看到 这个比喻里面 我们有看到一个人 他看到有一个宝藏 他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把这块地买下来 我有的时候听到 有人解经 甚至牧师在讲道的时候 他会说 这个比喻是有关信心 你看这个人 他的信心多大 他把他一切东西都变卖了 你看这个人 他的牺牲多大 你看他的牺牲 他把全部的东西都卖掉了 就去把这个地买下来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经文不是有关牺牲 我甚至说这个经文 我会说这个经文不是有关信心 这个经文是有关小学一年级的数学能力 为什么呢 这个人他看到了这个宝贝藏在地里 他知道说这个宝贝远远超过他所有生命总结的价值 所以他去变卖一些所有的 把这个更有价值的东西买下来 这好像是一个人说 我用一块钱 就是你给我一块钱 我给你一百万美金 你要不要做这个交换 说不要做这个交换的人 他是一个愚蠢的人 这只是一个简单数学的问题 他没有做任何的牺牲 为什么呢 因为经文是怎么说 他是哭哭啼啼的去变卖一切吗 不是的 他是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这个人没有做任何的牺牲 他看到他真正的宝藏 他在卖掉他所有东西的时候 这个不是一个牺牲放弃受苦的感觉 而是我感谢神 我有机会能够拿到这更好的 更好更有价值的宝藏 我知道在很多的时候 弟兄姐妹或许不会用直接 直接的话语来跟我说 但是我们大家对宣教士的定位 是悲情的 这些宣教士是受损的 他们做了很多的牺牲 好像是教会里面的宣教士 就像佛教里面的和尚一样 他们是苦行征 我们是一些 我们是一些好像为了爱主 我们牺牲很多很多的人 虽然我昨天分享了一些 我们在岛上面面对的困难 但是我要诚实的跟大家说 我从来没有牺牲什么 在不同的场合里面 大家在有的时候 一些场合能够有自由问答的时间 我最常被问的题目就是 维恩牧师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在工厂上面面对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我 你在工厂上面最喜乐 最高兴最满足的事情是什么 大家都想要知道我这个宣教士 在工厂上面对什么困难 什么是艰苦的 因为大家都已经把宣教定位成 一个牺牲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再说一次 我什么都没有牺牲 我什么都没有牺牲 甚至我要说 我的孩子什么都没有牺牲 我记得有一次 这是我们刚搬到岛上面的时候 有一天有一个人喝醉酒了 喝醉酒了 他拿着一公尺长的开山刀 他整个人失去控制 他就走到我们家的面前 那个时候我们三个宣教士家庭的孩子 都在外面玩 那个时候是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情形 因为这是我一个父亲 我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个我不能控制的 不能控制的事件 然后我的孩子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他真的是拿着开山刀 我们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事情 他非常的生气就在那边大叫 那刚好我的同工住在另外一边 那我们的孩子就冲去 躲到我的同工的家里面去 然后当地的居民也过来 把这根拉起来 把他的刀子拿下来 就把他带走了 那所以那一天最后是安全的 就是没有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 这是一个好像做一个父亲 做一个男人我想要保护我的孩子 我想要保护我的家庭 但是我那一天的感觉是无助的 所以那一天一直都在留在我的脑海里面 这一张是我女儿在2016年的时候受洗 那个时候 她跟一些其他的岛上面的基督徒一同受洗 那我的两个女儿也都是在岛上面认识神的 她跟部落里面的人一起听福音 一起把他们的生命交给耶稣来掌管 一起相信透过耶稣的十字架 是与神和好的唯一的道路 所以那一天看到我两个女儿在岛上面受洗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兴的事情 你知道在这个海里面你看到我的照片 你看到我女儿的照片 但是在我就是拉着我女儿的那个人 就是在就是在之前 听到福音之前 拿着开山刀来到我们家闹事的那个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问我我们在宣教工厂上面 有损失什么 有牺牲什么 是的 是有一些的不方便 我的女儿们都得过疟疾 我的老二也差点在那边 有一次因为意外差点死掉 我的太太之后得了癌症 我们在那边有一段的时间 其实是不容易的 但是你问我这些事情真的是牺牲吗 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说 那个是牺牲 为什么 因为我的孩子在岛上面遇见了神 我的孩子在岛上面认识了福音 我的孩子看到那活生生的见证 我们的福音是完完全全改变人的见证 你们现在在照片上面看到的这个景象 是我用钱都买不到的 我把我最好 我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 我能够留给我的孩子 所以我要很诚实的说 我在宣教工厂上面 完全都没有牺牲 亲爱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父母的 你孩子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 只是替他们提供他们食衣住行 他们的学费 给他们一个好的生活的父母 他们最需要的是 他们要在你的生命里面 看出你跟随耶稣的见证 这个是我们能够留给我们孩子 最好最好的礼物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要回应大使命的话 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被改变 我们的世界观要被改变 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所追求的财宝也必须要改变 我们不能够像这个世界一样 去追求金钱 去追求美国梦 去追求健康 去追求学位 我不是说这些事情都不好 但是在这个事情的背后 我们的财宝应该是要在天上 我们应该要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活出一个随时随地 都在永恒里面累积财宝的 而我们对我们下一代 我们孩子的期待 也是要期待他们 鼓励他们 帮助他们 教导他们 这个世界所能够给你们的是不够的 孩子 你应该要开始在天上 能够来囤积财宝 第三 第三个改变 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家不一样 我们基督徒的家不一样 我们要知道我们世界观不一样 我们的财宝不一样 再来是我们的家不一样 你能够走多远 你愿意走多远 会跟你的家在哪里 有直接的关联 在西伯来书十一章 十三到十六节 圣经是这样讲的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并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说这样子的话 是表明自己要去找一个家乡 他们如果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神 在西伯来书十一章这边 西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的跟我们说 在十一章记载了很多有信心的人 而这些的人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是什么 他们清楚的知道 这个世界不是他们的家 他们承认自己是客旅 是寄居的 是的我们在美国或许我们有一个很美好 很稳定的家 你们昨天看到我以前在加州住的照片 以前是的我在加州有一个很美 很温定的很稳定的家 但是我不是说我们要把房子卖掉 我们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这个只是我们暂时的家 暂时的家 在西伯来书同样一章第八第九节 这边特别讲到亚伯拉罕 这边讲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未业之地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膨胀 与那同盟的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这边说他出去的时候 不知道要去哪里 但是他清楚的身份是 我是在这个地上做客的 我是在这个地上做客的 我相信圣经这边的意思说 亚伯拉罕出去不知道去哪里 而是他不知道在地上他要去哪里 但是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 就像刚刚一样在同样一章形容的 这些人都在寻找那天上以后的城市 以后永远的家 他们都知道这个不是我们的家乡 以后有更远的家乡 亚伯拉罕在这边虽然不知道 他到底在这个地上要去哪里 但是我相信他很清楚知道 有一天他有另外一个城市 另外一个家乡在等他 保罗很清楚的说 在菲律比书三章二十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 在我们的中间应该有很多人 在过去我们需要去申请绿卡 我们需要去申请公民 那我们也都知道 这些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家我跟我的太太 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其实很多的文件 很多的是很复杂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申请绿卡 我们为什么要申请公民 因为我们想要在这个国家里面 有一个安定 有一个固定 有一个正式的身份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真正的身份保罗说 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是不属这个世界的 我们的家在哪里 就会决定我们愿意走到哪个地方 我昨天有分享 我们福音传递是发生在2012年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是在2012年9月28号那一天 把福音把耶稣受难复活解释清楚 也在那一天 第一代的二十几个基督徒诞生了 那在一开始 我记得是在那一天还是隔一天 马上这些的基督徒就围着我们 围着我们宣教师就跟我们说 那我们隔壁的岛怎么办 他们都还没有听过这个信息 我们需要去把福音带给他们 那我们宣教师听了这些 刚生出来不到一天的基督徒 他们有宣教的心意 我们心里面非常高兴 我们甚至是沾沾自喜 我们认为我们真是很好的宣教师 我们把他们教导的多好 你看他们一开始就有宣教的意向 结果我们问得更清楚 我们才发现原来当这些 刚生出的基督徒 就是这些基督徒说 我们要去把福音带给他们 他们的意思其实是 你们宣教师应该要去把福音带给他们 那那个时候我们很清楚的 我们很清楚的也很严肃的跟他们说 不是的 我们不会再搬到另外一个岛 你们是我们福音的目标 我们会在这里把教会带到成熟跟独立 但是一样的大使命让我们离开台湾 离开美国离开德国 到了这边 这样的大使命 你们现在是耶稣的门徒了 你们这个大使命就变成是你们的责任 要去另外一个岛的是你们 我们愿意训练你们 但是到最后我们宣教师不会去 你们必须要到另外一个岛 把福音带给他们 之后他们讨论了一下 他们最后回来跟我们说 好我们决定不去了 因为代价真的是太大了 虽然另外一个岛离我们的岛只有20英里而已 但是对这些部落的人 他们要离开自己的部落 到另外一个岛屿 他们必须要重新的盖房子 他们必须重新要找钓鱼的地方 种菜的地方 对他们来讲真的是要放弃一切 为了福音的缘故 到另外一个岛去传福音 过了几年之后 一直到2016年 我们持续的 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去逼他们要去 我们就继续的教福音 继续的 继续的喂养跟门徒训练教会 我记得在2016年的年底有一天有一群的弟兄 跑过来跟我们说 我们现在愿意去另外一个岛传福音呢 那当然我们很直接的问他们 你们有算过代价吗 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 有一个弟兄回答说 我们昨天讨论了一个晚上 我们甚至都没有睡觉 我们决定我们愿意去 就算是我丧失了我的生命 我也愿意去 我们现在成熟了 我们应该要把福音带到另外一个岛上面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之后几个月 那第一批到另外一个岛 我们岛上面的基督徒 这个是出生四五年之后的教会 他们说我们愿意去 这四五年中间岛上面的经济状况 农业状况没有改善 他们还是一群很没有很需要资源的人 他们的生命不是因为富足了之后才去 而是他们看清楚 他们真正的家乡到底在哪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为什么要有家的改变 因为你真正的家在哪里 这会决定你能够走多远 如果你的家是在美国的话 你怎么走 你不会离美国太远的 如果我的家真的是在台湾 真的是在加拿大 真的是在加州的话 那我到巴布亚 牛吉内亚 我永远会觉得 我离开了好远的地方 我一直在做牺牲 我在做牺牲 我在做牺牲 但是如果我们清楚认知 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堂的话 那有什么地方我们不愿意去 你真正的家在哪里 会决定你能够走多远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角中何等加美 我们需要有更多加美的角中 但是这加美角中的回应 并不只是一个感动式的 我愿意去 而是开始改变我们自己的世界观 我们不再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世界 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新造的人 再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财宝 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世界 跟我们讲重要的东西 我们要转变城市 在永恒里面我们去追求 在永恒里面才有价值的东西 最后我们要认清 我们的家是在哪里 如果我们真的看清楚 我们的家是在天堂的话 我相信神会使用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角中成为加美的角中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也是因为以前那些加美的角中 把福音带给我们 我们现在才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亲爱的耶稣 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生命 能够让你使用 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能够 为你走出去 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角中 可以成为那加美的角中 但是主啊 求你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都是新造的人 我们既然是活人 就不要让我们过死人的生命 让我们的世界观 不管是喂养孩子 对孩子的期待 对自己的期待 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主啊 让我们有新的眼光 不要跟这个世界一样 主啊 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财宝 跟这个世界不一样 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永恒里面 你已经替我们准备一个永远的家 主啊 让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能够为你走出去的生命 让我们的角中 是一个加美的角中 主啊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把福音给我们 谢谢你把宣教的任务给我们 就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忠心的回应 我们知道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 这个不是牺牲 而是我们获取 而是我们赚到 我们谢谢你 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 我们这样子倒 我们下期再见